人呢? 怎麼鎖門? 怎麼鎖門? 你等等, 你看看火, 魔鷗 是什麼火? 正在燒什麼? 火很大, 火中了 什麼事這麼大火? 火中了? 不是, 我聽到何大人的聲音 我們怎麼救人? 等等…你這樣就是得罪師父? 我告訴你, 何大人一定是餵食的 他就是趁現在這段時間 來到這裡在燒東西吃 我們在看水, 下水低調低調 何大人真是這麼毒食? 是呀, 什麼味道? 走… 走… 怎麼沒要我們睡的?何大人? 沒要我們, 走吧 救命, 中毒了, 快死人了 相公, 搞什麼?這麼大的營養? 正在職業 宋夫人, 謝謝 我聽到肥仔的聲音 不就是找肥仔做實驗 救命 他叫救命 突然不叫了 沒事的, 一會兒我們進去看看 就行了 肥仔 肥仔 肥仔, 他會不會死了? 現在的時間差不多了 怎麼會心裡是不說的 他會不會死的 所以我覺得他會心裡是不肥仔 他會心裡的 是不肥仔 對 因為他吃不肥仔 我不會死的 他會心裡是不肥仔 沈?你早兩年不是死了嗎? 你什麼時候回生的? 早知道嘛, 日派派了嘛 那他呢? 什麼?弟弟 你老婆叫你回去吃飯, 走吧 我剛才分量多了, 我現在黏了 你記得愛誰嗎? 你當我黏了嗎?你不就念不生了 總算認得過, 我也黏不生了 你是宋世傑的父親嘛 全港澳城都知道了 很痛, 要去吃飯, 先找點東西吃吃 他這樣, 會不會真的有事? 沒事的, 我之後開兩幅天 讓他清晰看你的寒毒就沒事了 不過, 靖莫, 你的推斷是對的 我相公的推斷從來都沒有錯 那是什麼? 就是以肥仔剛才的反應 就幫我驗證了那些目擊證人 並不在那裡集體說謊 而在案發當晚的時候 他們吸入了鴉片和中藥混合的 燃燒物所致 就令他們像肥仔剛才那樣的狀態 他們記憶混亂, 說話完全不合邏輯 導致集體造假 真相已經越來越接近我們了 bring it out ешь, startup 大人, 此案今天就能了結 enen手就是櫻桃 沒有, 大人, 我要看的 我也不要封 long verl dice 好, 那我們就來重組一下案發現場 看看兇手到底是不是你 首先, 在事情發生的前幾天 你先去買一大集的煙花 然後將它收起 預備用來作為點火的工具 不過你很聰明 你沒有把煙花放在自己房間 你直接放在倉庫裡 所以沒有人發現 等到去案發的前一天 你就把預先準備好的煙花拆開 然後將裡面的火藥倒出來 然後就點火殺人 的確是一場非常精心策劃的 縱火殺人案 於往, 大人 我根本就沒有倉庫的鑰匙 我進不了倉庫的門 而且那天我一早已經離開了家 我根本就沒有機會放火 你要拿倉庫的鑰匙有多難 你跟楊柳朝見口晚見面 要尋回來隨時都可以 大宋狀師, 案發當日 的確有人看到櫻桃並不在火災現場 那他又怎麼放火呢 靠的就是一個西洋望遠鏡 阿九 在這裡 這個西洋望遠鏡是屬於楊柳的一對子女 一直都是由櫻桃所保管的 在案發現場找到的時候 但是就少了一塊鏡片 阿九, 鏡片 在那裡, 在我那裡 看, 我找到的 沒錯, 的確這塊鏡片 是由他所找到的 而這塊鏡片 為什麼會在倉庫裡找得回呢 就是因為他要用來燃點 倉庫裡面的煙火, 造成火災 時辰一到, 火藥自然就會被點著 而他為了被燃 再故意去那些有人見到他的地方 以證明自己不在現場 櫻桃他就是想用一場大火 把所有的證據燒毀, 毀屍滅跡 好了, 現在證實了 煙火也是他的, 望遠鏡也是他的 現場也有火若燃燒過的痕跡 種種證據顯示, 櫻桃就是兇手 櫻桃 櫻桃, 你可有其他辯解 那好吧, 本官宣判 楊家仲火案, 犯人櫻桃 仲火殺人罪成, 判處死刑 秋後處斬 好… 退堂 英國的朋友, 你們好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務 現在無論是透過網站或TVB Anywhere Plus 應用程式 都可以收看到我們的精彩節目 記得支持我們的新劇 《香港人在北京》 還未在我們用戶的朋友 快點探索這個 QR Code 跟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一位 大家好, 各位Youtube觀眾朋友, 你們好, 我是蛇絲曼 馬上訂閱 《歡樂APM》YouTube Channel 收看《新聞女王精華》片段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還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